《檸檬雞》是景叔的代表作 炸得香脆野味 是益生由開業至今的招牌菜 這是檸檬雞 因為小時候已經從小吃到大 我記得很小時候 在英國讀書的時候 每次放假回來香港 然後飛回英國的時候 很捨得給你 景叔一定會煮檸檬雞給我 拿上飛機吃 他記載著三代僱主和景叔的情誼 見證他63年來從來沒轉過工 一輩子打一份工的故事 因為做長了 做感情的問題 不捨得做了那麼久 都會有些感情 景叔16歲入行 加入前身為文化的益生 經歷餐廳搬遷 再結業重開 一直沒有離開過 因為現在 我那些人就不同 以前我們 就是這麼限制 現在 他不夠錢 所以全工就找到一點 我們那時候就很彈尿 在益生由學徒做到總廚 他最難忘的是 我在益生做了那麼久 老闆時時都提醒我來出糧 他說有糧出了 你可以去打寶 就是這樣 從來都沒試過 責過糧 03年益生結業 當年66歲的景叔決定退休 三年之後去跑馬地重開 景叔二話不說出山幫手 因為你做親生意 一定有高低起跌 到我們跌起谷底的時候 景叔從來都不會說 你們都不知道這個前景怎樣 我走了 他覺得錢不是代表砌的 他人重情感的 他人講義氣的 他是願意留在這裡 幫你渡過難關 這麼多年來 景叔從來沒有遲到早退 不時鑽研新的菜式 活到老 渴到老 拿手作有傳統菜焗魚腸 火候剛剛好 也有較新派的燕創魚 以老水汁葉製煎得甘香